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佛的人 有菩萨保佑 每天做善事的人 他就不会去做恶事 就是行菩萨道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就是在做好人 只有好人才会做善事 学观心菩萨的慈悲 拥有菩萨的智慧 好人一生平安 在人间大家都有很多的磨难 很多人都想寻找一条好走的路 如果你不学佛 你说在人间想找一条好走的路 那最好走的就是下坡路 要在人间向上超越自我的路 都是艰难的路 学佛人的痛苦是暂时的 等到他开悟了 他就不痛苦了 而不学佛的人痛苦 那是一辈子受命运的折磨 有位佛友问台长 台长 我学过很多的宗教 法门太多了 我已经搞不清哪个法门最好了 台长 你能告诉我吗 台长告诉他 选择一个你最喜欢 最适合你的法门 这就是你最好的法门 这个佛友继续问 台长 怎么样才能在学佛当中 不走错路呢 因为我们没人指导 我们就知道烧香拜佛呀 台长说 跟着一个无私的老师 忘我的老师和众多 只知不出 没有自我慈悲众生的佛友 一起修行 你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被恨的人是没有痛苦的 比方说 你被人家恨 他自我是没有痛苦的 去恨别人的人 却是伤痕累累啊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活在仇恨当中 他天天过的日子 像在地狱里一样 因为他饭吃不好 觉睡不香 每一天都去记恨着别人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的回忆 有如握在手中的冰块一样 它会使你感到非常的寒冷 而且不管你把这块冰块握得多紧 它就会慢慢的消失 因为人的过去一定会消失的 你心里放不过自己就是没有智慧 你心里放不过别人就是没有慈悲 所以忘记过去 想一想未来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充实 想一想我们有菩萨的保佑 我们有成千上万善良的信众 和我们善良的佛友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定会越活越好 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造药 让我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光明啊 有母女两个 女儿上个星期刚从英国回来探亲 她到上海之后 妈妈请她在一个饭店里吃饭 那么移民服务员 女的服务员小女孩端菜的时候呢 比较紧张 突然把菜汁啊 撒了她妈妈一声 她妈妈非常的生气 刚要发脾气 恼火 这个小女孩服务生已经被吓得在边上 不敢讲话了 这个时候 没想到女儿马上站起来 手脚非常麻利的 就帮妈妈擦衣服 一边和蔼可亲的和服务员说 没关系的 我们回家洗洗就好了 对不起对不起 回到家之后 母亲非常不解的问 她做错 为什么像你做错一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呢 妈妈你知道吗 留学前 我在家里也是什么都不做的 在英国 我也去打服务生的工作 我也洗碗 打碎了酒杯 把汤撒在客人的身上 我惊恐万分 把我吓坏了 客人非常声势的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而老板娘过来抱着我说 亲爱的 没有关系 让其他员工 把碎玻璃扫掉 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 女儿对妈妈说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 妈妈 别人能够原谅你女儿的过失 为什么 我们不能像她的妈妈一样 去原谅她的过失 所以学博人 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放不过自己的人 首先伤害的就是自己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一定要退一步海阔天空 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 留出一条退路啊 佛法界说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诽谤我们 但我们不能去憎恨别人 因为你一恨他 首先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 马上破坏了我们一颗清净的心 因为我们有恨了 所以我们的完整的本性 因为你恨别人被污染 别人的因果是自己受的 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错误 再来伤害我们已经很痛的心了 所以原谅别人 不憎恨别人 这就是智慧 这就是人鲁波罗蜜 每天念经 念礼佛大忏悔文 就是一个修行的最好的习惯 因为我们每天在人间都会做错很多的事情 其实习惯就是将自己的信念 转变为一个习性 每天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救我的 天天这样做 时间长了 你就相信菩萨会到你的生活中来 你的思维的转变 你的行为的转变 那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当一个人有信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愿力 我一定要让我孩子考上精英中学 所以我天天洗澡摸黑 为了孩子 我给他请老师 我督促他好好学习 有这么一个信 他会早起有这么个愿 我们学博人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以后终有一天 要回到我们母亲的怀抱 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怀抱 所以我们天天有愿力 这么念经 许愿放生 成就自己的功德 时间长了 就会有愿力 有了愿力之后 我们才会有定 所以要懂得人定的下来 才慢慢的才能改变自己 台长要让你们养成一个好习惯 起初我们养成的习惯 后来习惯又造就了我们的成功 好习惯的人就能产生智慧 有一天 美国总统林肯 在插 正好在路上 就是走路的路上 再插一下自己的皮鞋 有一位外交官 就是他的外交官看了之后呢 他不怀好意的就跟林肯说了 总统先生 你是不是就是经常插自己的皮鞋吗 他实际上这个意思你们都听得懂的 广东人插鞋好像叫拍马屁 然后 话中有话 暗含讽刺 但是呢 又让你抓不住他的把柄 林肯机智的回答说 是啊 但是 你又是经常插谁的鞋呢 社会上有很多人自作聪明 经常攻击别人 所以学博人要自立 要圆融的语言 来用圆满的智慧 来爱护别人 爱护自己 永远要尊重别人 他才不会伤害自己 记住了 学博的人 心像大海一样的宽 不管你把木枝倒在我的水里 我照样把你染成蓝色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水 我照样让你变得清澈 我们海纳百川 心中有佛 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佛的智慧者 所以一定要懂得心胸宽大 那才是学博人的心胸 那才是菩萨的心胸啊 我们下期再见 他是自己房子 得多想感觉 那么优优独播 这